Hello, 大家好, 今天介紹什麼呢? 就是這枝SLA Pro 90mm 二鋼圈鏡 其實我很少介紹自動鏡 這次就有機會介紹這枝90mm二鋼圈A Pro鏡 我先看看這枝鏡的情況 其實這枝鏡是700g, 其實很輕的 加上金屬遮光罩 裏面還有一些絲絨 可以防止反光 其實這些都是做得很高級的 始終都是Leica, 非常之美 好, 先上去SL2S那邊 紅點對紅點, 沒錯 拿起來我覺得平衡也是非常之好的 就不會說頭重腳輕 拿著我覺得都頗舒服的 其實這一枝鏡就是A Pro鏡 顧名思義 改善低色散 還有這一枝鏡拍出來的影像非常之Sharp 有二鋼圈 這麽大光圈當然是去拍攝人像 看看它的散景表現是怎樣 我覺得如果出去做事 一枝24-70mm加上一枝A Pro 92光圈鏡 就已經夠用了 因為24-70mm可以拍攝一些大景 大場面 加之92光圈就可以拍攝一些很有Mood 很有感覺的Snap Shot 還有遠一點去拍攝一些大家在婚禮 或者在Event上 不用說很近的 令到賓客有一個 原來正在拍照 很緊張的感覺 3D就可以捕捉到他們 在婚禮或者Event的時刻 所以這些90鏡是非常之好用的 以前我會帶一些 7200mm的長焦距鏡去拍攝 但是我覺得 整天的Event或者婚禮實在太重了 帶著這些Zoom鏡 不如帶一些小小的90 就是非常之好 今次去試一下鏡 我發現對焦速度也是非常之快的 因為它有一個特別設計 就是相同步推進 令到很短時間之內 它就可以移動到對焦的鏡片 就可以很快速度 以及很準確地對焦 我試一試給大家看看 好 先拍到花 對了 OK 然後再拍到 嘩,真的很快 再拍一下花 再對一下這裡 好 花 這個對焦速度 真的非常之快 在拉卡來說 我覺得這個對焦速度 簡直就是 驚人 對了 OK 大家看到那個對焦速度 都是非常之快 不會令人失望 每一個時刻 你都可以拍到 說了那麼久 不如先去看看相片 大家來看看相片 OK 第一張 先拍一些風景 這一張相片 你會見到 其實那個光都蠻複雜的 還有 那個環境 都是 有暗位 有光位 我都會集中 看一下一些細緻位 你看一些樹葉 真的 那個 銳利度非常之高 這張相片 你會見到 立體感到 OK 不錯 真的 好 再看回第二張 這一張相片 你們就會見到 這個顏色 真的是 來卡式 出來 拍到 不要說自動鏡 拍出來的東西 薄 我覺得這一支鏡 拍出來 都會有 來卡的厚度 在這裡 我再放大少少 一張相片 看看 300% 對 這一部 是一部2400萬像素的相機 放到300% 都好像有點吃力了 對 不是說不舒服 只不過是 起狗瓦 對 放200% 沒錯 你看到 細緻度都很高 樹葉 都 那些文理 都清晰可見 還有 暗位都 挺漂亮 那邊都不錯 好 看看人像 這一支鏡 我剛才都說 用來拍人像 就會比較合適 嘩 真的 你看到 眼睫毛 一條一條都看到 這個放大200% 還有這一部SL2S 只有2400萬像素 如果回到一部SL2 4700萬像素 我想放大效果 會更加漂亮 喜歡聞相的朋友 我覺得這支鏡 真的 真的不用錯過 可以的 你看皮膚的細緻 真的 所有的東西都出來了 好 看看另外一張 你看看這隻眼裡 都應該 若隱若現都會見到我 即是那個 分辨率 真的非常之高 今次真的跟老婆拍照 上一集跟老婆拍照 今集又跟老婆拍照 大家觀眾可能會覺得 M&K 是否沒有錢 找美女拍照 為何不出多些model 其實 找老婆拍照 我們M&K 都會給人工給老婆 不是說 出來拍照 幫一下公司 我們又不是這樣做 始終都是幫我們公司去做工作 為何經常都是找老婆仔去拍照 其實我想帶回一個訊息給大家 就是 平時去拍照的時候 多些陪家人 多些去找身邊的人去拍照 這件事都是我想玩NICA 帶給大家的訊息和感覺 有時說 拍美女model 都其實是試鏡 又或者真的一些工作需要 我才會去找美女model去拍照 你說 我玩NICA 其實我也想買一部機 買一支鏡 跟我身邊的人去拍照 所以這個訊息 我也想帶給大家 不好意思 真的經常找老婆去拍照 但是我真的很喜歡 找我老婆跟我一起去做這個工作 好 先看看照片 好 看看這張照片 你看看這張照片 你看看頭髮的細緻度 都是非常非常之高的 好 這張照片看到一些散景 你見到一些散景 都是一些貓眼的散景 你見到是鵝蛋型的 其實我很喜歡這些散景 因為有一種 不會太圓的感覺 我是比較喜歡 可能個人個人不同 有些人喜歡很圓很圓的散景 不過我喜歡一些濫鬱型的散景 比較多的 這支鏡真的給我這種感覺 嘩 你看那個細緻 那個 連老婆的臉上 有少少毛毛仔 都會看到 這些鏡真的厲害 真是厲害 看看這張照片 其實這張照片 都是一張光線 後面下來的照片 在這裏就會看到這支A Pro鏡 因為 我先看看 開大光圈去拍 那件白色衣服 都沒有說有紙邊的情況出現 所以這個 控制得非常非常之好 這件事 還有這張照片 更加會體驗到 這支鏡的分析力和清晰度 你看 每一個眼眉毛的毛孔都會看到 其實之前我都說的 太Sharp的鏡 會不會是影人像 會有很多不好的東西 都會看到出來的呢 這層的確是 但是 也有很多人喜歡 一些很Sharp很Sharp的鏡 所以市場上 Leica都會做到一些很Sharp的鏡 又或者一些比較Sharp的鏡 好像M鏡 都可以提供到給大家 有不同的選擇 所以我都說 這些鏡影人像 還有做廣告 真的非常之好 因為做廣告 都會是一些很Sharp的照片 你會看到的 我再看看 這些這麼漂亮的散景 其實二光圈鏡頭 還有90mm 壓縮回來 會做到一些很漂亮的散景 你看 頭髮絲 一條條都會看到 很漂亮 還有 Leica的顏色 拍皮膚的感覺 你一看就會看到 Leica 對 Leica色 很漂亮的感覺 其他相機 又給不到我這種 皮膚的質感 其實Leica就是 給到這種 一拍下去就知道 是一個 Leica拍的 對 真的會中毒的 連我老婆都說 找其他相機拍的 都是不同的 即是她不是說 一些很專業的模特兒 或者是一些很專業的人 但拍得多 連她都可以感覺到 是有不同的 好 看看這些風景照 鐵絲網的 對 都會看得很清楚 OK 好 看看這張 這張就是陽光 在後面滲入 你看到那個 質感真的很豐富 我覺得那種層次 還有皮膚的表現 是很漂亮的 好 再看看其他照片 這兩張是用來打卡的 好 到夜晚刻去拍照 其實我很多時候都說 Leica 真的在夜晚刻 或者暗位 她才會發揮到 Leica那種特別的光學功能出來 你會見到這張照片 其實是沒有打過任何燈的 只不過是一個 街燈下面去拍的 這張照片 你見到鏡頭的吸光能力 真的非常之高 她受光位 你會見到是很漂亮的 那是 一些皮膚的質感 你都會見到 好像打燈出來那樣的 那一樣東西 一去到夜晚刻 一拍照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到 Leica 跟其他的鏡頭 是真的有分別的 你會見到那些暗位 嘩 一層一層的樣子 所有東西都是 暗位 但是有細緻的 這一樣東西 就是我經常都跟客人去講的 Leica 就是在暗位之中 有細節的 不是說死黑 不是說死白 爆了 那樣的 這一樣東西 是Leica 的光學 是可以給到我們 這個感覺出來的 你看看 在暗位裏面 都會看到一些 很多的訊息 給到我們 你看看 那件衣服的質感 都會看到 大致的感覺 背景和前景的分離感 都是非常之高的 OK 好 更加極端的 就是在後面 有一支燈打過來 那感覺會是怎樣呢 那我覺得 這支鏡頭 就不會說 有光進來 Ford 得很厲害 沒有那種顏色 還有 有些Ford 的感覺 進來 這支鏡頭 證明 這支鏡頭 控制得很好 OK 好 那我們就看看 最後這一張 這一張 我真的用來試試散景 是怎樣的 剛才那張 可能沒有這張 那麼清楚了 你會見到 那些 濫核型貓眼散景 真的很漂亮 而且散景 旁邊 都會有一個光邊 一條光邊 這一點就是我最喜歡的 因為 你玩開 LICA 舊鏡頭 通常都會有一條光邊 在散景 我覺得這支 這麼新的鏡頭 都可以維持到 這個散景 真的非常之難得 這些散景 真的拍出來 給人看回 我覺得是一種很舒服的感覺 嘩 你看看 眼睛裏面的光點 都會看到 這支鏡頭 我再次再說一次 分析力 真的非常非常之高 開盡二光圈的 這隻眼睛 這隻眼睛已經不睏了 第二隻眼睛 二光圈開盡 都可以有這麼銳利的表現 所以這支鏡頭的分析力 真的非常之高 好 上片我就分享到這裏為止 好 大家看完這照片 是不是覺得 那個影像 就非常之鮮明 你會見到 照片裏面 每一條頭髮絲 每一個毛孔 都會看到 其實我覺得 這些這麼鮮明的鏡 用來拍一些 廣告 產品 去Event 拍婚禮 非常之適合 因為這些場合 通常都要求 一張照片 是會比較銳利的 所以這支鏡頭 就非常之適合 去做這些工作 如果有其他的自動對焦鏡頭 我都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以及可以試一下鏡頭 今次就分享到這裏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